哈喽大家好,我们接上个视频,因为鞋子主体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下面呢,我来给大家讲这个小狗的耳朵 耳朵的勾法就是比较简单 我们拿出喀色的线 拿出喀色的线,然后打一个活节 打活节,然后立一二三四五六 七,立七个辫子针 立好七个辫子针之后,我们再倒数第二针 就是在第六针上面挑,挑半个辫子 然后绕线,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你挑半个辫子 绕线,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你还是绕线 勾一个短针,一共是勾了三个连续的短针 然后绕线,在下一针你穿针绕线带出来 我们这里要勾中长针 现在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绕线,一次性带过这三个线圈 这就是一针中长针 然后绕线,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穿针绕线带出来 带出来我们要勾长针 我们合并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合并后两个线圈 好,现在一针 一针长针已经勾好了 然后我们再绕线 在最后一针里 最后一针里我们勾出来六个长针 勾六个长针 就是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六个 现在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好,勾好六个长针之后 我们到转到对面来了 对面也是要勾 对应的勾一个长针绕线 对面我们这里就是巧两个辫子 然后再捏住这个线头 我们勾一个长针 然后绕线 下一针里一个中长针 然后再勾 连续的三个 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 好,三个短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左边第一针里 第一针的短针上面这个辫子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来 再勾出来 我们勾一个引拔针 勾好之后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就可以断线了 这样就勾好了一个耳朵 勾好一个耳朵 我们一共是要勾出来四个耳朵 现在呢我把这个小耳朵都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 给它转到后面 藏到后面去啊 用缝合针也可以 用这个勾针也可以 直接把它藏到后面去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胶粘 大家如果不是用胶粘的话 就留长一点线头 要待会缝合用 我这里用胶粘 我就把这个线头都给它剪断了 没有留那么长 在后面给它引拔一针 线头都给它藏一下 好,这个小耳朵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我们拿出白色的线 拿出白色的线 然后我们绕线 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小狗的鼻子 我们绕线 在手指上绕一圈 留长点线头 然后我们绕线 立一个辫子起立针 两个起立针 然后绕线 在这个圈里面勾出来 中长针 现在一次性带过 一个中长针 然后绕线 带出来 一次性带过 两个中长针 我们一共是勾出来 七个 三 四 五 六 七 一共勾出来七个中长针 然后我们转过来 把这个线头直接给它收紧 收紧 然后留线 给它断线就可以了 我们一共是要做出来两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